我们今天有请指导新华大学职业级教授 在我国主要在逻辑 逻辑哲学 分析哲学 这个学史方面的一个重要学者 是在我的心中 他还有中国楼学会常务理事 肯定是楼学会学长 那个华鲁教授 这个大家欢迎 这个把这个屏幕 把它关掉 不是把这个关掉 关掉这就没法用了 屏幕 屏幕 电子屏幕停 降 升 把它升起来就完了 然后你把这个灯关掉 把那个灯关掉 然后把这个灯关掉 把这个灯关掉 把这个灯打开 把这个灯打开 把这个灯关掉 把这个灯打开 这我不用 今天我那个盘没带 这是把那个 那个化妆 你再升起来 好 就把这个灯关掉 然后把 我得用化妆 没有那个什么化妆 那个 移动化妆 有一个我随身带的化妆最好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关掉 不是 就我 对 这个比较方便 对 然后把这个灯开开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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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灯关掉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后面能听见吧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 是这个 逻辑与哲学 哲学与文化 昨天晚上讲的是这个 就是逻辑 今天晚上讲哲学 实际是这么一个题目 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把学科学科的名字 经常能挂在嘴边说的 大概有两个学科 一个是逻辑 还有一个是哲学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呢 讲就是说讲哲学 哲学呢 我觉得实际上 我觉得实际上 哲学跟逻辑大概有些不同的地方 昨天我在给大家讲逻辑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我 就说你不用学逻辑 逻辑没什么 你没学逻辑 也扛黄金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我是想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今天呢 在给大家讲哲学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哈 国家一定有哲学专业的同学 是吧 本科生里边 但是绝大部分同学 可能呢都不是哲学专业的同学 但是不是哲学专业的同学 但是可能你们都学过哲学 我相信这一点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学生 有一个充实教育 充实教育就是有一个基础课 和必修课 这个基础课 和必修课是什么东西呢 把这灯关了好吗 这灯还原 然后那个就是说 这个基础课 和必修课是什么呢 就是哲学 因此我们大家可能都学过哲学 也就是说什么呢 昨天我在讲逻辑的时候呢 就说我说你没学过逻辑呢 你也有逻辑能力 是吧 而且你不用学逻辑也怎么样 而今天的实际上 你不用学哲学 时间等于什么 你们也都学过 就是说 你不要以逻辑 以哲学为专业 你不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同学 但是同时呢 你已经学了哲学 或者说你对哲学 都了解或者理解 所以哲学就是这么一个学科 那么因此呢 再讲起来呢 应该说给大家讲 这样一个题目呢 比较难 而且又是这么大一个题目 那么所以呢 我想呢 一上来呢 我想给大家 就做一些限定 是把我们的题目做的那小一点 首先 为什么我们说在语言 在口头上经常会说哲学这个词呢 大家想一想 比如我们可以说有爱情哲学 是吧 有初识哲学 有生活哲学 前几年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还有一个索罗斯哲学 是吧 而且我们知道有些作家 比如像王猛 前两年写了一本书 叫《我的人生哲学》 是吧 就是哲学可以 人人都可以来用的 人人都可以说的 人都觉得我们懂哲学 可以人人都可以说哲学的 那么这样的话 哲学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作为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 就感到 是不是啊 哲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吧 那么人家很多人就可以说 你们搞哲学有什么用啊 是吧 是吧 因为大伙呢都可以说不考虑 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边呢 我想呢 我还是跟大家讲 就像上次给大家讲的一样哈 就是说你们有这个逻辑的观念 或者对逻辑的理解没关系 我讲一套我对逻辑的理解 今天今天呢 也同样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一个对哲学的理解没关系 因为你们都学过哲学 你们评论你们对哲学的理解也没关系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我对哲学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地图上呢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是吧 那么最后我们有一些时间 我们可能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是吧 那么首先在这里边呢 第一 因此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讲一讲哲学的含义 哲学的含义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首先 为了使我们这题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几点区分 第一点区分呢 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是 就是有 可以有日常语言当中的哲学 就实际上我们做一个日常语言的 第二呢就是学科上的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举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语言当中的哲学 甚至即使我们不说哲学的时候 我们也说写文章 我们愿意写什么样的 富有哲理性的文章 对不对 这个文章很有哲理 我们说话特别年轻人 十七八岁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特别愿意看那种富有哲理 景句式的东西 我们愿意搞这样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是还有一点呢 就是学科上的东西 学科上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哲学系里边 上哲学课学的那些哲学 或者说在国际上 我们不是学哲学家们互相之间是有交流的 那么在学术平台上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这种意义上的哲学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第一点要做一个区别 那么我讲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东西 应该是这个意义上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区别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 我讲实际上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 柏拉图历史上 柏拉图曾经有说过 他说过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叫哲学王 就是柏拉图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国家应该是由什么样的人来理解呢 来治理呢 应该由哲学王 应该由哲学王来理解 就是来治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很多搞哲学的人 不是一般的同学 我们很多做哲学的人 就是在哲学系里 在哲学研究所的人 他们就认为 现在社会不好 现在社会这个你看 都是一些搞工科的人 管理国家 应该用搞哲学的人来管理国家 为什么 柏拉图就曾经说过 这个应该是用搞哲学王 来治理国家 是吧 这是从古希腊的很著名的话 那么因此我们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也是作为我们理解上的一个 就是奇异的东西 到底什么是应该是哲学 这个哲学王是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人 这就是哲学王 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家 这里要区别一下 这里边我想呢 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家 大概是这样一些人 中文啊 这个一加上家呀 就有点吹访啊 夸讲的意思了 但是实际上 从西文来说 从西方语言来说 这个家没什么 无非就是加上 比如说在一个词 后边加个ER 是不是啊 就philosopher 是吧 就加个ER嘛 表示干这个人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就是 那么因此呢 我想呢 我们今天我理解这个哲学家 我所理解的哲学 应该是这个意向的哲学 就是什么呢 今天在哲学系 或者说在哲学研究所里边 从事哲学研究的那些人 比如像我这儿 要教课 要上哲学课的 给大家要开哲学课的 这儿人管他叫哲学家 那个哲学王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哲学王 实际上 下个我给大家讲 其实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 这儿人治理国家 这个哲学王 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家 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这个我们在后边 我们要讲一个区别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呢 我给大家讲 就是还要讲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今天一般 我们通常会说 在咱们大学的公共课 你们现在不管是理工科也好 是文科也好 就是除了学院系的学生 就理工科也好 文科也好 比如文科你学历史的 学中文的 理工科也好 比如说咱们 特别像咱们华中 咱们是工科学校 这么多专业的 我不说了 那么你们都要学一个课 这个课叫哲学课 那么你们课上学的那个哲学 还有呢 就是和什么呢 和我们哲学系里边同学学的那个哲学 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 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 哲学系的同学学系 哲学他要学什么哲学啊 他要学很多 什么西方哲学呀 中国哲学呀 马自主义哲学呀 什么什么哲学 科学哲学呀 什么伦理学呀 行事上学呀 等等 他要学很多这样的东西 而我们那个哲学课上学的哲学 一般来说 我们把它叫做世界观方法论 是吧 是这样一个哲学 那么这样的东西 那么因此呢 哲学呢大概是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区分 区分的话之后呢 我就会把我们题目降的小一点 我就告诉大家 就说你们头脑中有一个哲学 对哲学的理解没关系 是吧 你们都很了解 就是懂哲学 你们写文章都会写出很有哲理性的文章 很好 你们对哲学都有一个理解 那么今天呢 我呢 比如说从学科的意义上啊 从哲学家的角度呀 从我们哲学课讲哲学的角度上 给大家讲一个我对哲学的理解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哲学的观点之后呢 实际上我认为 这样一个东西 有了这样一个对哲学的理解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 从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哲学跟文化的关系 就是因为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清楚了 我们才能谈文化 文化我想我就不定义了 文化我宁愿把它看成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 它可以是包罗万象的东西 它可以包含思想啊 政治经济文化 那些是就什么历史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是吧 文化我不想再对它进行探讨了 因为我们觉得大学里有文化 这边有文化这个专业吗 没有 有文化这个系吗 没有 尽管在很多系里边人们想谈文化 比如在哲学系里也有人谈文化哲学 是吧 在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在管理系里边 是不是也有人在谈这个文化 就是企业文化 是吧 也有谈企业文化的 但是真正把文化作为一个系 作为一个专业来招生 没有 所以对文化我就不定义了 但是我们既然有哲学系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对哲学谈 是吧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这个 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 最后呢实际上才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讲了这个 大概我想我们一般同学理解哲学呢 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点 那么有有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点 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点 那么我主要是在后边三个 这这三个上呢 我大概主要强调是这个意义的东西 就是昨天我讲的也是 我强调这science这种意义的东西 那么我也是要讲 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了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一个开场台 我算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哲学的含义就讲完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就是说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能给大家 把哲学东西能够讲清楚 什么是哲学 那么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难讲的 那么现在呢我想呢 首先我给大家讲 念几段经典定义的话 非常 就对不起 因为今天下午去那边去做了一个讲座 然后我忘带了那个 那个幽盘了 所以这个讲的话呢 但是这个这几段话呢 大伙一定很熟悉 所以我给大家念一遍 是吧 就咱们就知道 一个呢是毛泽东的话 咱们学两课的话一定要学这个话的 这个我想你们去上学一课 两课就在这个课上 就在这个课上 大家一定会 老师一定会给你念这段话 他什么是 就是他这么说的 什么是知识 自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 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 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 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 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跟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 没有了 就我跟大家讲了 这段话 反正我觉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1973年到1977年 就文化大命中 这段话我们当时都是会背的 我们都是什么哲学啊 就是这个东西的成亮面 你们可能现在就是学过了大概以后 往哪里去 那么这段话实际看来是哲学什么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跟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这句话应该说的很清楚 没有提议 对吧 就是说哲学什么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跟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当然我们要是细究章 什么叫概括 什么叫总结啊 是吧 你对概括总结是要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基本上我们把这些东西啊 给上自然科学 你可能要分很多东西 我们不分把它归着归着 是吧 那社会科学知识呢 也比如经济啊 法学啊有很多 我们把它归着归着 是吧 大概概括总结 好像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还有一点 那么什么是自然知识呢 什么叫社会知识呢 实际上这里边 那么就是 这里边好像我们是了解了 但是呢 毛泽东在说这一话呢 前面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世界知识只有两门 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 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那么下面说了 他说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就是这两门知识的捷径 注意啊 他说这个知识是捷径 我的问题是这个捷径是什么东西 大家想一下 捷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咱们在座可能有学物 就是学功课 学理科 学物理科 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 在物理学上 是对于这个捷径实际上 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是明确说明的 应该是清楚的 但是在这儿会儿 把这个捷径识到这儿会儿 实际上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明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自然知识跟社会知识 是关于这个生产知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呢 这两门知识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是关于生产知识 跟阶级要争知识的一个捷径 这是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比喻是什么 比喻东西说明总是说不清楚 比喻就是说 在无法说清楚的时候 我给打个比方 你能理解就行了 就大概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你借我这个东西来理解 捷径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对捷径能理解 大概你对这个说明就能够理解了 也就是说 毛泽东这个关于哲学的这个说明 实际上借助了这样一个比喻的说法 所以我认为他是不清楚的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哲学 对不对 他没告诉我们 他没告诉我们 那么我下周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哲学经典的话 就是一个就是经典作家的话 马斯关于哲学有一句很出名的话 我想在座大家一定都知道 哲学什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什么 精华 对吧 马斯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实际大伙想一下 就是当然这句话在前身是黑个儿 你说过就是时代的精华 马斯加上一个精神 就是时代精神精华 这个不管了差不多 那么精华是什么 精华也是一个比喻 咱们说天地之经日月之华 是吧 精华就是什么 就是最好的东西吧 他们理解是最好的东西 那什么呢 这正在是个比喻 比喻这个东西 我就说 当哲学的要求 哲学这个学科呀 大概跟其他学科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 哲学要求什么 就是说要求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 要在概念的层面上 能够把我们想说明的东西应该说清楚 这个是哲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 那么当我们在说什么是哲学 用这样比喻的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本身就有一个缺陷 我们大概就是说不清楚 就是你用比喻的时候 咱们知道比喻都是有问题的 比喻总是有说不明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里边呢 但是呢 我觉得呢就是关于毛泽东那说法呢 使我们大概呢 反正基本上也能理解了 反正那哲学啊 就那个最高层次的东西 是吧 你又结晶 你又概括 又总结 反正你往高的理解吧 那么这个精华呢 你就理解到最好的那个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是哲学 但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说清楚 那么这个说不清楚说明什么 说明在哲学的定义上可能是有困难 就是哲学的定义本身大概是有困难 因为这么多经典做一下 这些人在哲学希望上都是很高的 对吧 那么他们对哲学说不清楚说明什么 说明大概哲学本身的说明是比较难的 是不太容易说明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再看一个经典作家 就是说 当然这两个作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这两个作家是我们在上两个课的时候 我们都要提到 是我们讲的马斯主义哲学当中的经典作家 我们都要提到 是吧 那么我们再讲西方哲学当中的一个大经典作家 罗素 罗素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晚上已经提到这个人了 就是罗素 他说什么东西 他说哲学是什么呢 哲学是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就是罗素说什么 罗素说哲学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什么什么之间 这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对吧 应该说他本身也是清楚的 比如我们说 在这个桌子和这张桌子之间有一个瓶子 应该说这个空间概念是很清楚的 肯定是没有提议的 但是在这儿 他实际上说的不是一个空间概念 他是借用了空间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东西 因此他仍然是用一种叫隐喻的方式 也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的 那么到底是 这是宗教 这是比如说是科学 那么哲学到底是这样的东西呢 还是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还是不清楚 对吧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张例子说明什么 不是说明 不是说他们说的没有道理 也不是说他们说的并没有使我们 对哲学必有更好的理解 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说明 假如你不了解哲学的话 那么通过他们的说明 肯定对哲学会有记忆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这样用比喻的方式说明 说明哲学本身大概是比较难听的 那么这个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跟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关系 跟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关系 那么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问题 什么是哲学呢 比如像我们在哲学系里做学科的意义上 作为这样一个学科的意义上 那么在学校里面讲哲学 我们给学生 比如像我在课堂上 我总是要立足要告诉学生什么是哲学 就好比你学数学 说你学完数学你不知道数学是什么 或者你说不清楚数学是什么 大概是不行的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说明哲学是什么东西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想呢 这是我们从经典作家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下面呢 我想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呢 就是说从那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既然我们单纯从概念要说不清楚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看 它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一看 就是在哲学史上 实际上最开始 哲学这个词 我们知道 它的英文是philosophy 是吧 就是philosophy 就是它的英文是philosophy 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来 词根是一个希腊文 希腊文是两个词 philos 然后是 sophia 这是英文 它的词根是一个 就是希腊文 希腊文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有两个词组成的 这个词 sophia 是智慧 它的意思是智慧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爱 也就是说 实际上哲学这个学科 从最开始 从希腊文的词根来说 它是爱智慧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它爱智慧 这个东西的时间 那么最开始 围绕着爱智慧 实际上 形成了 希腊 哲学当中的 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当时 这些爱智慧的特征 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呢 表现的是 当时希腊 哲学家们 他们探讨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探讨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比如有一些人 他们就探讨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到底世界 比如为什么世界 会有四季 四季的变化 那么是什么造成 这样四季的变化 那么世界的本源 到底是什么 世界本源是由什么组成的 那么探讨这儿的问题的时候呢 人们就开始 对这儿的问题 提出一些回答 比如 有人说 世界的本源是水 有人说 世界本源是气 有人说 世界本源是土 还有人说 世界的本源是树 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啊 就说世界本源是树 那么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这些东西构成的 就是希腊哲学当中的 这个自然哲学 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呢 这些东西就实际就是相当于 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自然科学的前身 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前身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除此之外呢 希腊人在爱社会当中的 也有一些关于我们自身的一些探讨 比如他们问什么呢 他们问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勇敢 等等等等 他们问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构成了 就是关于人生 就是人的这个伦理啊 政治啊等等 这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些探讨呢 实际上我们 在我们看来呢 大概相当于 就是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 社会科学 大概注意了一句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哲学 爱智慧的这样的活动 实际上涵盖了今天我们所说的 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整个范围 所以大伙想一想 为什么伯拉图会说 应该由哲学王来治理国家 来统治国家 为什么 咱们想想 这样的哲学王是爱智慧活动 这样的哲学王是什么人 这些人实际上是在社会上 是最有聪明才智的 对不对 他们是在社会上 他们最有聪明才智的 他们探讨 从事探讨世界本源 从事探讨的 关于我们人自身相关的很多东西 他们不是那样很没用的鞋 是吧 用咱们介绍 所以说 他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王 在当时是属于什么 就是整个这个哲学的活动 是整个人类理性 用理性来探讨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些活动 那么统称为哲学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是什么 就当时的这个哲学 涵盖自然科学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社会科学 也就是当时的学科没有分化 就当时的学科实际上是没有分化 这也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家 跟当年所说的哲学王是不一样 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家实际上在学科已经分化到今天 我们已经把学科分得非常细了 比如你上大学 是吧 你要填一个志愿 首先我们在高中时候肯定要分理科文科 是吧 那么再填志愿的时候 你还要算在这么细分下 最后才出来就是哲学者的东西 那么今天的哲学家 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 最后我们说他是哲学家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哲学家跟当时的古希腊书那个哲学王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 它区别是你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次这样的区别呢 我们看到这样区别 我们就应该知道实际上哲学这个概念 也就是从古希腊到今天 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没有变 但是实际上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个含义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该认识到它这种含义 那么才能够达到对它这种哲学概念本身的这个理念 那么在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在我看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亚里士多德 就是亚里士多德当时实际上 他当时在哲学的 在研究哲学的过程当中 亚里士多德后来人们发现 就说他昨天晚上我给他讲的时候 我说他建立逻辑 那么实际上当时他除了建立逻辑之后 他在哲学上也有很多研究 后来在他去世以后 人们把他关于哲学的故作 人们把他哲学的故作给挤起来 挤起来之后呢 后来人们发现 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可以挤挤的 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 比如说他的逻辑是成为一系列著作 那么后来呢 人们发现他关于修辞他有很多说明 他关于物理学有很多说明 等等都说完 人们发现有一类著作呀 人们发现不好给他 就是在他不好给他分类 没法分类 你到底把它是属于天生学也不合适 属于什么都不合适 最后怎么办呢 按照内容 人们发现啊 就是说他有一个著作叫做Physics 这个著作原来说是有 是叫物理学 是有的 那么后来人们发现 这类著作呀 讨论的好像是 跟他你说是物理学吧 又不是物理学 但是呢 跟他又有某些近似之处 那么因此人们把这些著作呢 就是给他编排的时候呢 给放在了Physics 就是物理学这套著作之后 把这套著作呢 给他这些讨论呢 搁在这个著作之后 然后给他加了一个名字 就加了一个词头 这个词头 我们知道就是表达 就是在什么之后的 对吧 在什么之后 那么这个词 就成为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的一个代表作 这个词我们知道 后来人们把它翻译 就是我们今天 西方哲学是沿用了这个词 这个词就后来再没变了 沿用了这个词 Metaphysics 就是在物理学之后 我们中国人 翻译这个词 我们把它翻成 翻成形而上诀 我们把这个词翻成形而上诀 就是在物理学之后 为什么呢 我们是根据一经里边的一句话 就是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气 是吧 这个道气之分 上下之分 那么我们把这个 分成是形而上诀 这翻译的好坏 咱们不管啊 那么这个词翻译出来以后 实际上 那么我们知道 亚里什德德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实际上就是他在西方学学史上 他有一个贡献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哲学的分科 哲学的分化 或者西 这个是从亚里什德德开始的 此外 西方的整个的思想文化的 开始进行从 发展自科学意义上的分科 西方整个思想文化 在科学意义上的分化 也是从亚里什德德德开始的 如果大家去读 柏拉图的著作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柏拉图的那个对话题 是保留下来了 但是在他的对话里面 这些学科是不分的 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边 你们可以看到 柏拉图很多东西讨论 是分在一起讨论的 是吧 里边有关于数学的讨论 有关于天文的讨论 有关于文学的讨论 都有 有关于诗歌的讨论 有关于政治的讨论 关于法律的讨论 但是他的部分是合在一起 但是到了亚里什德德这儿 他区分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区分呢 实际上在亚里什德德这个 《行上学》这篇著作当中 是表现得非常清楚 那么在这一个区分的过程当中 亚里什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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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他说工匠对一个东西的认识和一个技师对一个东西的认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比如工匠拿个袜刀拿个砖拿个网块那么我来造房子 那么他对这个房子他有一个认识 那么设计这个房子的这个技师对房子有一个认识 那么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这样的活动 他认为就是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每一门学科对一个东西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关于房屋建筑的认识 你关于比如数学的认识 你比如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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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他学科吧 每个领域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关于修辞啊 关于这个这个这个国家体制啊等等都不一样 那么在这一层一层的区别下之后 他认为在这些层次上他有一个最高的层次 这层次就从低层次往上往 有一个最高的层次 就人们的知识啊 他说人们的认识啊 就是也就是爱智慧的活动实际上有这个层次 那么有一个最高层次 这最高的层次他叫什么 他管的叫第一哲学 因为菲勒索比亚这个词 他给分成第一哲学 他用的词叫第一哲学 而这个第一哲学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第一哲学是研究的 不是某一具体学科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是数学 不是关于数的研究 那时候可能没有数学这个词 那么不是关于数的研究 不是关于天文学的研究 不是关于动物学的研究 不是关于比如说这个修辞学的研究 不是关于这个伦理学的研究 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么是什么研究呢 他当时说了一个词 他说这样的一种研究 叫做关于这个鼻影本身的研究 这我说就是直接咱们拿英文来说吧 就是关于这个鼻影和鼻影 就是关于这个东西的研究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是一家之言啊 不见得对啊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实际他认为就是说 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 大概我们都要说它是什么 你问的时候 你大概要说它是什么 回答就说它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是数 那你要说数是什么 你说什么是正义 那要说正义是什么 那么但是他说 要超出所有这些学科之上 那么也就是你要问 都要问是什么 而且你都要说是什么 那么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要做叫做 being at being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研究呢 他认为就是说在爱智慧当中的这个最高层次 也就是我们所说 他说的第一哲学 这些话都是原话 这是第一哲学 这个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行而上学 我们知道自从亚里士多德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西方一直把行而上去 把哲学分成两个层次 有理论层次 就是theoretical这个层次 还有一个就是practical层次 当然当开始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productive 咱们今天不讲这个 咱们只是讲两个层次吧 就是咱们把它简化啊 一个是理论层次 一个是实践层次 实践层次 实践层次呢就是比如道德哲学呀 政治哲学呀等等这样的东西 而理论层次呢 就是亚里士所说的 要研究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东西第一哲学 亚里士多当时说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他说什么呢 研究这样的东西啊 他说只有在解决了温饱以后 你才能来研究 就大家注意他这句话 不要小看他这样 要解决了温饱以后 你才能来研究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给我的理解 就是说 这句话 这样的东西的研究 这样的东西的研究 跟我们的温饱 是不会有直接的关系的 比如我们说 你说工匠 你直接造一个东西 这是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 也就是这样的东西 是可以跟我们的温饱是有联系的 比如你制鞋 你做了一双鞋之后 你可以把它卖出去 卖出去 你就可以挣钱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认识 这样具体的东西 都是跟温饱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这样的研究 就是他所说的 就是行人上约 或者第一哲学 这样的东西 跟温饱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 他说 只有你解决温饱以后 你再来搞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边 我觉得大概体现了 亚里士多德一种 关于哲学的理解 我是说一种 关于哲学的理解 这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话 那么我想这样一种理解呢 大概体现了一种 就是说 他对于哲学 到底什么是哲学 他的一种理解 我认为 我对这样一种 为哲学的理解 对于哲学的 很具体的理解 我理解 这是一种 对哲学的看法 就是哲学跟实际 大概是比较远的东西 咱们说白了 就是跟实际比较远 它不会给我们 带来很直接的 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它可能体现了一种东西 体现了一种东西 在我看来是一种 就是说 为知识 而知识 然后是为 科学而科学吧 为知识而知识的东西 为科学而科学的东西 那么这我先点到为止啊 那么现在就说 讲完了亚里士多德了 我们刚才说了 三个经典作家的 对关于哲学的探讨 我们可以 我们隐隐戳戳的 或者大概其 我们能感觉到哲学是什么 那么看了亚里士多 这些关于哲学的说明 看了希腊 古希腊这个词的起源 我们关于哲学的探讨 我们说我们到底哲学是什么东西呢 就说好像你还是没有说明白 你总得给我一个 关于一个说明啊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 我关于哲学的说法 那么这些说法好像都没有 那么我想我给大家一个说明 在我给大家一个说明的时候呢 我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在哲学界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都这么说的 哲学是什么呢 哲学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 不断的问为什么 不断的问为什么 问到最后就是哲学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我想这个你可以把它算作是一个应用定义 或者操作定义 是吧 你就问吧 问为什么 是吧 你问到最后肯定就是哲学问题了 我们知道我们这种问 肯定是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抽象 到最后呢 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么我想呢 既然来给大家讲 我想尽管我说明这个哲学是很难定义 很难定义的 但是我想我既然来了 我哪怕我说错了 我一定告诉大家一个说法 就是我对哲学的看法 到底什么是哲学 我认为什么是哲学呢 我认为哲学 我认为哲学就是研究先验的东西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确切的我关于哲学说法 这说法可能不对的 当然搞哲学的人很多人可能会对我提出质疑 但是我对他看法就是哲学是研究先验的东西的 那么先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先验的东西 当然肯定大家要问了什么叫先验的东西 先验的东西我认为就是什么呢 是拿后验的方法无法解释的东西 拿后验的方法无法证明的东西 当然大家要问了什么叫后验的方法 我想后验的方法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 实际上我们今天能拿科学证明的东西大概都是后验的方法 我们今天能拿常识证明的东西都是后验的方法 反正比如我们在实验室里能够解决能够证明的东西 大概都是后验的东西 我们常识能证明的东西 就是凭我们常识我们的看听说触摸 就是这样的东西能够证明的东西 大概都是就是看听就是那五个感官所感觉的 比如触摸感觉品尝文秀等等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能证明大概都是先验的东西 都是后验的东西 而先验的东西什么呢 大概是用这样的东西是没法证明的 没法做东西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 你先东西好像大家都会认为还是没有说清楚 是吧还是没有说清楚 我觉得说我这边我跟大家说 就按照我对哲学的理解 我想我大概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我大概我 你要再让我说 我想我也说不清楚 那么这里边我想给大家提一句 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点 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哲学 就咱们知道哈自然科学也好 自然科学也好 社会科学也好 他们所探讨的呢 实际上都属于我们周围的一些东西 世界也好跟我们自身相关一样 或者行为准则也好 社会体制也好 都是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都和我们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但是唯独这个哲学研究这样些些的东西 大概跟我们研究很多东西啊 它不是有直接的联系 或者那个间接的联系 那个在什么程度上 比如像自然科学 因为自然科学大概几十年以前 比如对于空间那些研究啊那些东西啊 大概那时候人想不到 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课堂里边 我们拿着手机 我们大概就可以跟 就是在美国那边就可以通话了 是吧 比如像我们现在 上午我们就能看美国的NBA转播 中西部决赛 还都在打 是吧 我们就能坐在家里 几十年前这样的研究 也就是所说 资源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给人感觉 它说它不是实际的 跟实际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我想呢 它间接的大概还是有一种联系的 但是作为哲学来讲 我想就是它这个鲜艳的大概 还不是那种 就是说基础理论 跟实际的就是那样一种联系 它不是那样一种联系 所以这个鲜艳的东西 我认为呢 大概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在我看来就是说 跟一后眼东西加来没有一点关系 这是我对哲学的一看法 那么因此这里边呢 就哲学的性质呢 就是在这里边呢 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哲学的有些东西 为什么 比如我们说 什么是人 我们说人是理性动物 那么你要问 什么是理性 那么我说理性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为什么人是理性动物 会是人的这种 就是人的一个定义 比如像今天我们都会玩电脑 难道我们不能说 这个会玩电脑是人的这个定义吗 那么这样一种探讨 那么这种探讨 实际上你到网上问的最后的结果 大概就是 就是最后的结果 但是这些东西 既不能拿自然科学的手段来证明 也不能拿凭我们的感觉经验来证明 这样的东西 这是人的认识的一种 认识的一种本能的体现 或者人的智力活动的一种最终的体现 因为我们知道 既然是智力活动 既然是人的认识活动的话 它是大脑思维的活动的话 你就不可能规定 哪些东西你能想 哪些东西你不能想 哪些东西你能看 哪些东西你不能看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因此 哲学呢在这里边呢 它就是超出了我们自然科学 所能所做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边 凭着我们具体的东西动手 我们可以做出来的 同时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在理论证明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又不能像数学跟逻辑那样 做出那样的 纯粹精妙的 或者精细的 准确的 系统的 理论的证明 这就是我所说的 它要研究现在的东西 它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 就是什么是哲学 当然大家可能对这东西 可能对我这个回答 可能还是不满意 那么我是这样想的 我尽量给大家说一些 说出来之后呢 那么大家根据这个东西 不满意 我只能说非常抱歉 我说哲学呢 那么多 我可以非常粗乱说 那么多经典作家说的东西 大家都不满意 那么我说大家都不满意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 是不是 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 这里我想说明一点 就是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 确实是比较特殊 确实是比较特殊 也就在大学里边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他应该说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学科 是吧 那么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哲学讲完之后 我现在是假定我把哲学已经讲清楚了 就是大家可能是不满意的 但是我是假定我把它已经给讲清楚了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门学科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然我谈了很多刚才关于鲜艳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鲜艳的东西 实际上我就是在谈它的性质实际 那么这里边呢 我之所以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谈 就是说我想再细一点给大家谈 那么这里想谈什么呢 我想借助刚才我的那个比喻 就刚才我说的 就是借助罗素的那个比喻 我们来谈一谈 比如我们说宗教跟科学之间的东西 比如说哲学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等于是罗素假定的两个东西 假定宗教是什么 我们是清楚的 那么科学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清楚的 那么哲学呢 是跟它们两个不同 在它们两个之间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呢 我呢 我在给大家说的时候呢 我就想哲学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就借用这个例子来给大家讲一讲 哲学的性质是什么 我想哲学的性质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哲学性质是先验 它研究先验的东西 那么哲学性质大概就是这么 它的性质主要性质就是这么一个 它就是先验性 那么这有点重复了 反复说话了 那么我想通过这两个例子给大家 要把这个东西要说清楚 比如宗教是什么东西 大家想想 宗教是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是信仰 宗教最主要的特征是信仰 是吧 我们知道 比如像基督教 基督教你就要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 是吧 你其他东西都可以怀疑 但是唯独上帝存在这一点 你是不能怀疑的 你要怀疑这一点的话 那你说你不是基督徒 你就是 这可能是你就怎么样 你是叛教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是异教徒 或者怎么样 是吧 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前提下 你上帝道理的你是不能问的 你肯去不断去体验 这是宗教的一个特征 那么科学的特征是什么 科学的证明是什么 科学的证明 科学的特征是证明 对吧 我们说科学 科学就是要求你够证明 你能够证明就行 是吧 那么证明实际上 我们知道有两类 一类是理论的证明 一类是经验的证明 没有这两类 没有这个证明 你要么拿理论证明 要么拿经验证明 你没这样的东西 你不配成科学 这我们今天 找科学的人大概都知道 那么理论的证明是什么 比如像数学 逻辑这样的东西 是吧 这样的东西 那么经验的证明 就是说自然科学 所提供的一些东西 都是经验证明 是吧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东西 都是经验证明 那么这是证明 是科学的 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当然这里面说的很简单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证 比如它的理论 要系统化 体系化 并且它的对象 应该是明确 它的理论能够传承等等 还有其他很多特征 但是我想它最主要的特征 在我看来 最主要的特征 大概是这个 就证明 能够证明 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 哲学 是在这俩东西之间的东西 那么跟这俩 也就是哲学 是跟宗教的区别在于什么 哲学不能有信仰 哲学是不能有 在我看来啊 哲学第一 咱们先说它不能怎么样 就是它不能有信仰 我认为第一哲学不能有信仰 这是与宗教的区别 那么与科学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能够有借儿的证明 它不能有证明 为什么呢 它不能有经验的证明 它也不能有理论证明 这是哲学的特征 因为它跟科学的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武汉 华工旁边是武大 武大有一个教授 叫陈修斋 你们可能知道吧 或者比较年轻的朋友也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华工的老师一定知道 陈修斋老师 陈修斋老师 在这个曾经说过一定很出名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叫哲学无定论 就是哲学无定论 就是没有一定的结论 就是哲学无定论 那么因此来讲实际上就是说 那么为什么 因为哲学你不能从宗教出发 你不能从信仰出发 也就是说你不能从一个固定不变的前提出发 那么它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 就是说你对什么东西你要进行思考 你要不断的问是什么 它是不是这回事 它为什么 你要这么问的 因此你不能够 就是对这样一个东西 马上就是你不问 这是不行的 你对问题要进行思考 你要提出你自身的答案 要提出自身的解答 这是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那么这样的解答呢 由于它又不能像 按照我的说法 它又不能向自然科学提出这样的证明 因此它提出的解答 它提出的结论是怎么呢 那就是哲学无定论 你提出一道解答 那是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它提出一道解答 是它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所以说如果我们同学 比如说在你学哲学的过程当中 谁要告诉你说这个结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那么大概它一定不是一个哲学的结论 是吧 就是说或者它说这个结论就是一个不能再改变的东西了 那么我想它也不是一个哲学 那么按照我们这里的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有有这样的东西 你才能说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东西了 对不对 那么因为哲学本身呢 由于它没有这样两个性质 就是说你既不能信仰 同时你也不能够提供这儿的证明 那么因此哲学它的性质本身是什么呢 它是不会有固定的结论 这也就是为什么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 人们反复探讨那样的问题 比如什么是本质 或者说什么是真 哲学家们反复讨论什么 什么是真啊 什么是必然啊 什么是可能啊 什么是原因啊 什么是结果啊 怎么回事啊 哲学家们反复讨论这儿的问题 从过去讨论今天还是讨论这问题 为什么 那么多人给出那么多答案来 可是人们还是不满意 还是要讨论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答案 这些答案都没有这样的证明 我们知道如果从数学上 从逻辑上能够提供一个证明的话 那就不要再做了 是不是 那证明已经有了 你不要再做了 如果在实验实力 我们能够提出一个证明的话 那么它大概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 你将来再改进的话 大概非常非常难 但是哲学这方面的讨论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它恰恰呢 它不能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陈老师的这个 就是咱们武汉大学的陈老师的这个 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 哲学无定论 所以如果说大伙要说 在哲学上 你们说哪个结论是 哲学的结论是不能修改的 或者怎么样 那大概是有问题 它一定不是哲学的结论 是吧 那么这是我讲就是哲学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这样的性质 这样的性质 也就是说它不能有信仰 它不能有证明这儿的东西 我认为是哲学的这种鲜艳性的一种体现 就哲学参考鲜艳的一个体现 但是下面我要接着说 那么这样一种性质表现出来 那么哲学性质到底需要什么呢 我认为哲学需要论证 哲学的性质应该是什么 哲学的性质 你不能有信仰 你们需要什么呢 哲学需要论证 那大伙肯定问了 论证跟证明有什么区别 论证跟证明有什么区别 对吧 论证有什么区别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 论证比证明这个概念实际就是宽泛 是吧 论证比证明是实际宽泛 论证实际上是一个从前提 到结论的一个过程 论证实际上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对一个问题 那么你可以从一些前提出发 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你用这些前提来论证这个结论 当然这些前提实际我们知道 是吧 它不能是像数学逻辑那样证明 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证明 那么但是 这个论证过程它必须得有 为什么 因为哲学 你不能提供证明是不是哲学就可以胡说八道啊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是不是行吧 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哲学咱们说它是爱智慧的活动 是吧 它不能随便想胡说八道 而且它又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种体现 它又是人类认识我们身边的世界的一种具体的一种活动 因此这些东西呢 哲学是不能随便的 就是胡说八道 那么怎么办呢 在这里比较重要的是 哲学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哲学应该借助于其他学科所提供的那些理论成果和工具 比如它要借助于数学的 物理的 语言学的 逻辑学的 等等各种学科所提供的理论成果 用这些成果作为自己的方法来进行论证 为什么 因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 在我看来 比自然科学讨论的问题要难得多 有人可能说 你这王老师是胡说八道的 这个哲学讨论你怎么会比自然的东西要难得多呢 实际上咱们想一想 我们在讨论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讨论不出来了 我们把它造出一个 造出一套方法 或者能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东西总是相对容易的 可是我们对于很多东西 我们总想解决它 可是我们最后解决不了 这说明什么 一个是说明我们笨 另外一个呢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比较难 是不是 它只有难才会这样 所以我想呢 我们看啊 就是西方有一个比较 就是当代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哲学家 应该算一个大块教授了吧 叫达米特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实际上 他说实际上哲学问题 说许多哲学问题 实际上压根就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也许他们从压根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非常技术性的 就哲学本身也应该是非常技术性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那种合适的技术 我们还不能像自然科学那儿 找到那些技术来证明它们 所以才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怎么这么讨论 提出一个方案 我们也不满意 我那么提出方案 我们也不满意 是吧 这是我们所讲的 就是对哲学的一个性质的理解 所以这种性质呢 我认为呢 但是这个并不 我们一定要进行论证 这种论证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艰苦的 非常艰苦的工作 为什么 它要借助现在其他学科所提供的一些理论成果来进行论证 这是哲学的一个性质 这是今天这是讲的 把哲学的 那么下边我就讲了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 大会要问了 有什么用 大会肯定要问 这样一个哲学有什么用 实际上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是亚历士多那时候说了 你满足了温饱以后 你再来考虑 所以亚历士多说啥 就是那时候呢 它实际就是说等于是什么 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实大概没有关系 那么这里边呢 我想呢 除了亚历士多的这种说法以外 我想亚历士多得反映的是一种观点 那么下边我给大家讲另外一种观点 这种观点我想我们同学可能更加熟悉 亚历士多的观点我讲的多了一点啊 我想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我给大家讲的亚历士观点 那么下边我讲另外一种观点 马克思说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咱们出来都是老师吧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那么这里显然体现出一种 马克思对哲学的一种看法 哲学家们 他只是以不同的世界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咱们想想马克思这个总结 对不对 像这样一种爱识会的观点 什么是数 什么是本源 什么是争议勇敢 亚历士说是这样的东西 那确实在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那么这句话呢 反映了马克思对哲学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这段话 这句话呢 很出名了 曾经有一度啊 就是北大哲学系 我跟大家说一次啊 北大哲学系呢 它原来啊 是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后来搬到那个 北大哲学系 搬到那个寺院里边去之后啊 就给装修一新 就搬进去 一搬进去之后 他们也很新鲜 在一进他们那个戏门那地方呢 他们那个大牌子 上面写的就是马斯这句话 刚才我就去开会 我就看这个话 我说 你们就不要办哲学系了嘛 办哲学系干什么呀 把马斯这句话 就刚才我念那段话 就搁在这儿了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说你们就不要慌张吧 你们还办什么哲学系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你们都没用了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实际上 反映了一类对哲学的看法 那么但是呢 马斯这段话呢 实际上我跟大家讲 马斯这段话呢 它是一个就是这个论纲 就是这么讲 没有上下轮的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因此呢 就是对这句话的解释的空间 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里边呢 在我看来什么呢 这句话你可以把 马斯看作是一个 站在哲学之外说的这句话 是不是啊 哲学家们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斯认为 我们重要是要改变世界 那么哲学没用 对吧 那么实际上这种看法呢 实际上 也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 大概哲学家 大概他说的意思 至少是站在哲学传 他虽然说了哲学没用 批判了哲学 说哲学没用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 也印象了什么 就是他对哲学的看法 大概跟亚历斯多都是一样 他跟现实没关系啊 是吧 你现实没有关系嘛 亚历斯多说 你只有在满足温饱之后 你才来搞这个 那么马斯说 这个东西 那么你哲学没用嘛 问题我们就是要改造世界嘛 那么哲学 你们只是解释世界 这东西 离现实太远了 没用 这是我们把马斯 站在哲学之外来解释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 比如国内有很多人 也是更愿意 把马斯 看作是一位哲学家 因此站在哲学之内来解释这句话 那么站在哲学之内来解释这句话 怎么解释呢 就是应该说 哲学不能这么搞 就像你们这帮人这么搞 怎么想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用哲学来改造世界 应该使哲学成为我们手中斗争的武器 来改造世界 这我想大概是 就是我们对马斯画一种解释 这个咱们知道 我们今天是把马斯主义理论 当作我们一个指导思想 那么这里就存在着 我们如何解释马斯的问题 是吧 那么如果要这样来解释马斯的话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对哲学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样一种解释呢 我觉得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有一个 就是到底什么是有用 还是没用的问题了 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同学 大概都不是学哲学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想就想 今天大概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 你们家长给你们报专业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家长给你们选专业的 绝大部分家长 大概不会让你们报哲学 是吧 肯定首选都是什么 就是学艺 学法学 学计算低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要不就是还学什么 反正就是说这个 大概哲学是最后的选举 然后我看看清华 清华很多学哲学的时候 最后都是分配来的 我们清华的哲学 大概很多都是分配来的 因为人报清华人都 首先报清华人都分都比较高的 对吧 那么但是最后呢 实际上他们报 都是报清华这些比较好的专业 所说比较好的专业 就是说家长给选择说 都是我们说有用的专业 而哲学呢实际上 就是说都是到最后被分配来 人们认为 今天人们已经认为哲学没有用 哲学今天已经 但是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对哲学的理解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我在读哲学的时候 是1973年到1977年 那个时候呢 是文化大革命中 是那个时候 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这你们都不知道了啊 你们可能都没有经历 我们认为就是说 就是那时候是1949年到1966年 这段时间 就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 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呢 这是66年至76年 这个咱们都知道 是吧 这是文革 那么我上大学呢 正常在文革之中 文革之间呢 那时候呢 抖风扎命 那么叫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那么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一个说法 当时我在看到的 他们批判的时候 就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其中批判哲学系是这么批判的 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搞的呢 哲学系在欢迎他们新生入学的时候 现在大同屠叫做欢迎未来的县长县委书记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过去我们认为哲学是有用的呀 因为什么 哲学是世界观是方法论 哲学是能够改造世界 是能帮助我们干事情的呀 我们是这么看来看这些的 那么因此来讲 就是你在哲学系北大哲学系毕业 又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哲学系 那么你哲学系毕业之后 初级就要当县委书记的 当时那么看的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已经不可能了实际上 哲学家们风光不在 所以哲学家们才说了 现在其实不拉图说了 哲学家往来管理国家嘛 我们现在哲学家就冷落了 是不是 现在咱们就来说这个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 批判归批判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 哲学曾经复迹到什么程度 我们那时候有经历过什么 叫胡娃涛学哲学 就是一个纺织厂的一个女工 他实际没有什么文化 那么他就学哲学怎样怎样 是吧 是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还有 当时就是盛传的 比如说一块石头打开哲学的大坑 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东西 对哲学东西来理解的东西的话 那么把这样的东西看作是哲学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哲学特别有用 那时候七月 就是说全国上下一块 大家一起来学哲学啊 就觉得哲学特别有用 只要能哲学我们能解决一切问题 为什么 因为哲学世界观是状况的 我们能解决一般 所以那时候哲学 就把哲学搞成那个样子 而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忽然就觉得哲学没用 哲学能干什么 求职哲学系的学生大概是毕业师 你要是学计算机 大概找工作比较好 是不是 学一没有问题 肯定能找到工作 学法学大概现在出问题了 为什么各学要都办法学系 现在这个学生都声援过剩了 现在法学一找工作很困难了 但是即便如此 法学系大概比哲学系也好找工作 是不是 因为他那个专业 跟他用意诀表 哲学什么东西啊 这里边我想大概都存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对哲学的理解 今天我们可能认为哲学没用 那么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我想给大家讲的 我不是想讲哲学有用还是没用 我是想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对哲学的理解 是我想看到的 让大家看到什么呢 我想让大家看到 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的传统当中 有这么一种对哲学的认识 而这样一种对哲学的认识 它体现的是什么 是这样一种认识 就是为知识而知识 为科学而科学的东西 它不是那么功利性的东西 不是那么功利性的东西 它是非常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纯粹的就是为知识而知识 为科学而科学的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说有很多人可能是反对这种 比如我们站在马斯主义的立场 假如刚才对马斯那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对的话 那么可能是要批判那种对哲学的看法 但是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当中 毕竟有这么一种东西 而且我们知道 牙里说行人上学 在西方学中地位一直是非常好的 对吧 那么看到我今天想给大家讲哲学呢 我主要想告诉大家 在我们都知道那种学而优多事 或者讲或者学语之用 或者理论的联续诗迹之外 我想告诉大家 就想告诉大家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当中 特别是在哲学这门学科当中 它有这么样一种关于人生的一种看法 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东西 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 为科学而科学的东西 那么因此 这样的东西 它的作用是什么东西 我想这种作用它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为知识而知识 它没有其他东西 它就是为知识 它大概解决不了什么具体的问题 你说 你探讨人是什么东西 人是理性的东西 这东西能给人带来什么具体的东西 当然你说王老师 你当教授了 你可以当教授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具体这个学科本身 大概 这个作用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下面最后呢 还有时间 就是那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 回到我们的主题 你同学说了 你刚讲了半天都在讲哲学 你没讲文化呀 你的题目叫哲学与文化呀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什么呢 第四个问题叫讲讲文化 讲文化是怎么讲的 我讲讲学术与文化 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在给大家讲哲学的时候 大家看的很清楚 尽管我对哲学可能没有说的那么清楚 没有像昨天我在给大家讲逻辑的时候 给大家讲那么清楚 逻辑是什么 我说的非常清楚 我认为啊 我说的非常清楚啊 那么在今天我讲哲学的时候 可能给大家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不如昨天那个逻辑讲的那么清楚 但是我这里面 大家看的很清楚一点 我是站在一个science的角度上 来理解哲学 为什么 因为哲学是我们今天大学里面 学科当中的一个 就是一个系 或者一个院 或者一个专业吧 因此它是一个science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你可以报数学系 你可以报就是什么什么系 同时你也可以报哲学系 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 因此我们对于哲学这东西 我们可以在学术的意义上来理解 那么因此 我想谈一点什么 最后一想要 我们就谈一谈学术与文化 我们哲学说清楚之后 那么当我谈这个学术与文化的时候 我觉得在座的同学 你们可以从两个角度 来考虑我所说的东西 一个角度 你可以从你自身所学专业 角度出发 你学那个专业 一定是个学术的东西 是吧 比如你学工程也好 学这个人文学科也好 自然科学理工师 你学人都好没关系 它一定是一个science 因此 你可以从你自身学科 那个学术出发 来考虑一下 哲学学术与文化的东西 同时 还可以从什么出发 从你对于哲学的理解出发 从我对 给告诉大家 什么是哲学 或者我关于哲学的理解出发 来考虑一个哲学与文化的这样一个关系 你可以这么讨 这儿的话 我们大概思路 我们现在就堆上了 是吧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认为 学术与文化的关系 什么东西 我认为在今天 学科发展的今天 学术分类到今天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大概 学术与文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学术与文化差距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 为知识而知识 为科学而科学这点东西 我今天晚上讲了 大概以后的小时 我主要在强调这个东西 我并不是说 让大家都去搞这样的东西 我也不是说 你们在座学那些 具体的科学的那些东西 具体的应用的那些东西 没有用 或者没有意义 我也不是说 在这儿要跟大家 要唱反调 就是什么 要跟我们过去 中国文化当中那种 比如学而游的事啊 学以知用啊 或者我们要改造世界 要唱反调 不是 我只是想强调 在我们那个学术当中 在我们的学术传统当中 实际上 除了那些与应用非常密切相关的东西以外 除了那些非常实用的东西以外 还有一种学术 这种学术实际没有什么具体的应用价值 没有什么具体的实用价值 但是这些东西 它仍然是一种学术的东西 它仍然可以成为一种学术 这样的东西 到底在哪个学科上能体现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至少在哲学上体现出来这样一种性 这种性是什么 就是我说这个 就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东西 它可以称之为为科学而科学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 我给大家讲这样一种东西什么呢 就是说讲这 这样一种观点 实际上在哲学界里边也是不被人接受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要说不是学哲学 在学哲学的人观点也不是为大家接受 因为在哲学界很多人也认为哲学就是要改造世界 而且人们认为哲学就是要指导一切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国内有一个很大的 我们有一个题法已经提了很多年了 叫做什么 叫做哲学社会科学 这个题法我们在我们的报刊上已经提了很多年了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哲学是指导一切的 它能够指导 而且我们相信它能够指导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在今天来看 学科发展到今天 哲学在古希腊它曾经是一个母体 它孕育了那么多学科在哪儿 它孕育了自然科学 它孕育了人论科学或者社会科学 但是在今天这么多学科 从它已经分裂出去或者分离出去之后 独立门户以后 那么哲学在今天 哲学自个儿它仍然是一个学科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看得说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哲学可能有些方面 是具有那种实际的意义 或者说具有那种实际的 就是能与实践相结合的 英语相结合的那种 但是哲学里面它一定作为学术而言 它有一种精神 它有一种性质在那儿 这种东西是和实践离得比较远的 对于实践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要注意这一点 这也就是我今天在给大家讲这个的时候 那么讲完这个时候的时候 那么因此哲学与文化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学术既然有这样一种性质 作为学术来说 学术本身它具有这样一种性质 我刚才说了 我说我不知道其他学科 其他学科 是不是都是存在着 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或者说是说这个这个 能够为实践做出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敢说啊 是不是有那种 但是我觉得至少哲学 它有这样一种性质 它不是那样的 那么因此这样的 我们在今天学术与文化的关系当中 我们今天就有两点 第一点我觉得 我想谈的就是什么 就是大学的素质教育 这时候是因为是离我们比较近了 我顺便谈一下这些东西啊 这个我简单说 就简单说 就说今天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素质教育系当中 实际上我觉得在座学生当中 我觉得你们不妨把你们的视野放的宽一点 不要把你们的视野局限在自个儿 那个非常狭隘的那个专业上面 就看到自个儿所学那个专业 这个专业有什么用 将来我处理能怎么样 我觉得我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眼光 能够放宽一点 在这种学术的意义上 是应该能够什么 就是大学生你们素质教育 你们素质教育什么 是培养你们的知识结构 塑造你们的知识结构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希望你们把眼光能够放的宽一点 应该看一到 有些东西你们今天学的东西 实际上是没用的 就是说你将来说 所以说你可能没用的 但是这些东西作为你的这个素质教育来说 为什么提倡这些东西 它一定是对你是有帮助的需要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哲学大概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因此不要太提供精力 太提供精力说 这一点是你看不到的话 就是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清华学院系的时候 我们就是讲那个清华文科学上 就是素质课的时候 要让他们学数学 要让他们学这个理科的东西 学很多 另外同事还学文士哲的东西 很多人就抱怨 让我们学数学干什么 那东西没用了 他们就这么提出来 实际上我们 在我们的知识当中 在我们头脑当中 我们根深替护的有一种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与致用 要学耳优作识 或者是说要改造世界 我们其实说 就是以各种这样大的方式 我们总能表现出这样一种想法 那么这里边呢 我建议大家在学校期前 不妨你有一点这种精神 不要那么丰利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大学素质教育 因为我想大家说 你们可能这方面的教育 听了很多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第二点呢 我想讲一点 就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社会批评的问题 社会批评 我们今天知道 你们如果看报端的时候 报端上很多批评 就是批评今天的知识分子 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 没有人文关怀 认为他们躲在自个儿 那个象牙塔里边 他们缺少人文关怀 是吧 他们不对社会现象进入批评 他们这东西的 对他们 他们这个 这个 好像就是说是 只关注自个儿 那个结束 而不关心那个东西 那么这里边呢 我想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觉得 那么社会批评 确实是一种 或者说 作为什么知识分子 他有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另外 我觉得 那么确实跟文化 是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点 就是学术本身 它确实有一种 自身的要求在这儿 学术本身 确实有一种 自身的要求在这儿 也就是说 在学术本身当中 它有一种东西 它确实本身 不是说 它这个东西 一定要跟你现实 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因此来讲 这里边就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我们站在学者的角度 你怎么如何 能够把这两个关系 能够 就能够摆好 我曾经跟人经常说 这么两句话 我说了 我们搞哲学的人 我说 不要认为 你身在哲学系 你身在哲学所 你谈的就一定是哲学 这是我谈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说的什么呢 我说 作为哲学 它可能是一个很宽泛的 哲学的性质 可能使我们 可以什么都谈 自然科学也可以谈 人们科学也可以谈 社会科学也可以谈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我觉得 我说 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学学的学者 你还看你能不能把它 谈成哲学 你得把它谈成哲学 你谈不成哲学的话 那么这里边 你怎么做呢 那么这里边 那么因此我认为 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实际上 学什么学科 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说从文化 比如我们谈一个社会问题 谈一个社会问题 咱们想想 哲学家所说的话 怎么就比其他人说的话 要更合理 更恰当一些呢 他所说的话 怎么就会比别人更好呢 比如说 哲学家提的话 难道就比书学家 提出来的东西 就更好吗 因为真正对文化发表 评论的时候 都超出你自身的学术范围 大家想想 那么这个学术 你可能学数学的 你可能学物理的 他可能学哲学的 他可能学 比如他学社会学 学静的人 那么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 不同的学科 怎么能就说 学哲学的人 就一定比学其他科学 谈出来的东西就更好呢 但是我们今天 确实有一个 当然的想法 我们认为 学哲学的人 当然的 我们就应该 能够谈历史 谈文化 而且我们当然 就应该比别人谈的好 我认为恰恰我 对这种观点 我是持一种怀疑态度 我认为大概做不到 真正的 真正你从哲学的东西实际上 你真正所谓专家的角度来讲 哲学有很大程度 他是这样一种理解 就是他谈的 他对哲学的理解 他的研究实际 跟现实没有关系 那么真正你到谈现实的东西 说你怎么就能比那些人 谈得更好 凭什么呀 那么因此这里边 我谈的是哲学啊 你们可以考虑你们自个儿 想象你们自个儿所想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潜台词啊 在学术圈里边 我们大概都是专家 我是哲学专家 我在哲学圈里是专家 你们呢 是学你们的专业 将来你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是专家 但是一旦跳出我们学术圈子 套去谈文化的时候 大伙想想 我们大家都是外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站在这个学术之外 我们都是外行 那时候谁也不要说谁是专家 谁也不要摆出一个专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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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那么因此在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来讲 这样的社会批评就有一个什么呢 就说批评固然可以应该去批评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批评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批评到底你负责任 你批评是利用了你的知识结构和你的学术背景 或者你是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提出的批评呢 还是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学者 就是说你是一个名人 而你负责 你做出来的东西 就一定是批评 那么这里边的实际上 我们知道 可以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最近发现就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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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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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丹很紅 是吧 很多人就学者就批鱼丹 其实我想鱼丹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是一种学术现象 是吧 鱼丹它是一个文化现象 它完全无非就是 别人就问我 就是很多人批评鱼丹 我就说我说鱼丹挺好的 我说我的鱼丹是挺支持 就是支持一种就是赞同态度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 我小的时候是听评书 是听袁国诚啊 那些人说说说说评书 对不对啊 袁国诚他没有文化 他从小就跟人学 学说评书 他说出来了 今天无非就是一些大学教授们 他们出来给我们讲故事嘛 给我们说评书嘛 是不是 给我们讲孔子嘛 是不是啊 不就这样吗 他完全是文化 他跟学者有什么关系啊 他站在那儿 无非就是他上过大学嘛 他大学他是大学教授嘛 他一旦出了这个范围之后 他不是他就是讲文化的东西啊 文化是什么 我说的难听一点啊 曾经有人问我 我说文化是什么东西 我说文化是什么呢 我说我说不清楚啊 凡是到说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说咱们就打比喻 我说我说不清楚了 我打个比喻啊 我说文化是什么呢 我说我在国外待过 我就说我们都有个习惯 一上车 一上公共体车也好 火车也好 我们买份报纸 我们就看 看完之后一下车 把报纸移证 我们就走了 我说那上东西就是文化 我说学术是什么东西啊 我说我书件上摆的 亚里士德康德那些东西 我说那东西不能扔的 我看完一遍之后 我搁在那儿 可能很多天不看 我还得搁在那儿 我说那是学术 我说当然我说我说不清楚啊 但是我说我只能给你打比方 我说这是我对什么是学术 什么是文化的理解 对吧 那么因此来讲 今天我给大家来讲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学长 是吧 在大学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大学学习的时候 我们不妨 逐渐地建立一些 学术的观点 你将来 尽管你将来 你可能你不会去当老师 你不会专门搞科研 因为你处理 你可能到企业 就是到工厂 到各个单位 去做实际工作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妨 建立一点学术的观点 因为毕竟一百多年来 西方的思想文化引进中国 它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引进的 大伙不要忘记这一点 西方从立马到开始 他们把以传教士 向我们来传教的时候 他们的思想 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引进的 一开始 他们就是以一种分科的方式引进的 比如几何学呀 算学 就是像逻辑学呀 天文学呀 这东西引进的 他这种东西 他就是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引进的 而我们对他们的接受 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接受的 那么因此在今天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我觉得我们缺乏的 恰恰是这个东西 我们传统文化中 我们大概有这个 我认为谈起文化 中国大概不比任何一国家差 思想文化 但是谈起学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能比别人就是差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亚里斯多德这个 我们没有这个 在知识论意义上 对世界探讨的这种爱智慧的东西 我们没有这样一种东西 因此我们没有那种 最开始那种学科的分类 这样的一个分类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 不会有学术 是吧 所以这样一种东西 建立起来之后 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 谈的学术与文化东西 大概 那么在每个同学呢 你们可能 从你们自个儿的知识背景出发 你都学过一门专业 那个上一页上 都是一种学术东西 那么你可以站在你那种立场的理解上 看一看什么是文化 跳出自己的一个圈子 那么在这个圈子范围之中呢 你不妨理解一下自己到底什么是学术 什么是文化 这是今天我给大家 那么最后呢我想给大家 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演 最近国内出了一套书 出了一套什么书呢 就是六本的哲学书 出了一本六卷本的哲学书 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 这个哲学家叫Kine 这是一个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哲学家 当然那个书的书名叫做 他把它翻成这个叫Kine K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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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 是吧 就是Kine 咱们这个书名是这么翻的 我可能传言这个名字 我老林这个不是 但是咱们这个书是 Kine 文集六卷本 Kine Kine 是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哲学家 他是2000年圣诞节前夜 其实是美国哲学家 是非常出名的哲学家 那么这个哲学家的团集 我们最近就是 也是个选集啊 六卷本出版了 那么在Kine 他说过这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Sophia 是必要 然后是 Philosophia 不是必要的 我用他这句话结尾 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哲学家 是一个大哲学家 那么他六卷本的哲学著作 那么在他的著作当中 最后他说出什么呢 他说这一句话 他说 Sophia 是必要的 Sophia 是什么 刚才给他讲了 是智慧 智慧是必要的 而Philosophia 是什么 哲学 哲学是不必要的 他的潜台词说 不需要那么多人来搞这些 不要那么多人来搞这些 他明确地说 他说 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去懂 哲学以外的那些东西 他说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人 外行非要来懂我这个东西 他说没有必要嘛 那么实际他说 Sophia 是必要的 Philosophia 不是必要的 我想大家可以好好体会 你这句话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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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吧 对 对 好 好 我的问题就是 您先谈到了 这个 冠军这个 毛主席的一句话 就是 哲学是关于自然 自然支持和社会支持 太过分的东西 然后后面您就提到 这个哲学是研究先念的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想 这两个现在有没有矛盾 所以他们不是这样矛盾 所以我决定的 你说我的话 跟毛主席的话 之间有没有矛盾 是这意思吗 是吧 呃 我想 首先这是俩解释 我对哲学的一个解释 那是毛主席的一个解释 毛主席的一个解释 我想呢 他那个大概 你想一下他那话 什么意思 呃 那么首先我说 什么是结晶 对吧 他第一他用了一个比喻吧 什么是结晶 结晶大概就是 已经是说不清楚了吧 我说了在物理学领域是清楚的吧 什么是结晶 咱们有 咱们有学物理的吧 结晶 什么是晶 哈 就是这个结晶什么意思 物理学是清楚的概念 但是我们拿着打比喻的时候 比如我说哈 他们俩结婚了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品 是吧 我们会这么说吧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品 我们要怎么 但是这是比喻呀 生孩子一定是相爱的结果吗 不一定啊 是吧 这比喻要说不清楚的 那么因此结晶这个东西呢 我想大概会有问题 这说法 那么现在的结晶是 是不清楚了 我们在上面再来一个 什么叫做 概括 于总结 是吧 概括于总结 也说再上面再往上一点了 大概更不清楚了 那么这样的不清楚的东西呢 大概我说 在我看来就是鲜艳的东西 鲜艳的东西大概也不清楚 所以大概没毛子 反正都不清楚了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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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文化的东西 就是 就是 这个 那种 那种 就是 最先进的文化 然后第二个 就是 倡导什么 宏林法 宏林法 我知道 宏林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些人说 现在在几十年前 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这种道路 那种相信信仰共产主义这种道路 来解决中国 这种道路 是不是存在错误了 因为现在有些人觉得 这种文化是穿的那种 和俗 以何为贵 穿的那种公平那些 这个与当时这个宏林法的有些违离 这个有一点 就是说 就叫 换换物 第三个就是 因为我个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像在中国 中国的文化 现在像春年也不论了 还有很多什么 很多中国的文化 都现在都已经在摸摸了 而且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体制 有说 不把体制的问题 就想请 能不能知道您对这些问题看 或者成绩 得的交易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 这个 我觉得 我说了 站在这个领域里边 我 我是专家 我讲哲学 或者讲哲学的某一部分 我是专家 我讲逻辑 我是专家 跳出来 我说了跟你一样 是不是啊 跳出来现在是 你要求我谈文化 我想我对文化的理解 大概跟你是差不多一样的 我们俩谈一个是平起平坐的 我觉得不比你高 所以没什么就是说 你请教我的问题 是吧 我也是用外行来谈文化 是吧 因为你问的不是哲学问题 是吧 问的不是逻辑问题 这是第一点 我要跟你说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刚才谈那几点 我觉得都是属于 人们对文化的一种不同解释 无非就是说 比如有些人认为 可能是 比如说 从49年到 到多少年 我们应该怎么做 本来应该怎么做 会怎么样 那无非就是一种不同的解释 我昨天我说了 历史都是偶然的 对不对 这无非就是一种解释嘛 是吧 因为这里边 我觉得没关系 那么不同的人 对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在我看来 而这种解释 我认为实际上 除非 你对这个文化 有深思熟虑的考虑 或者说你确实下过功夫 对这方面做过考察 做过一个 那么你的这个回答 或者从社会批评的角度讲 大概弹出来才有价值 否则的话 我觉得 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怎么说都行 我觉得 我们这个文化 比如我们从五四以来 我们是也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已经走到今天了 那么现在你非要提出一种虚拟态 你说假如我们当初不这样 我们怎样怎样 那也没什么错嘛 虚拟态我们知道 就说好呀 假如你要把麦克风吃了 的话 我从楼上跳去 这就叫虚拟态啊 是不是 看到我们也没错 也没错 所以这里边呢我想 这样一种解决的大概本身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这里边我只想说一点 想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只说为什么我不能 就是因为回答这问题也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 因为咱们说的就是你怎么说都行实际上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 比如像那个丛林法则这样的东西 丛林法则我认为拿它来解释文化的时候 显然只是一种解释 它不是一种唯一的解释 显然不是唯一的解释 比如我们知道西方也不是拿它作为唯一的解释 比如西方 像我们知道前日子那个说布莱尔马上下台了 布莱尔这十年当中他提出一个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第三条道路 对吧 就是人家对着文化解释 大概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个没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呢 不妨对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看法呢 从多的一些角度来看 不要认为王老师今天在这儿了 王老师你给我给个解释 明天那个就是明天张教授来了 明然你来给我给一个解释 我告诉你都不是专家 他要是专家 我告诉什么是专家 他评之称是凭什么评的 比如你们陈教授在这儿 你问他你评之称你评什么评的 我评之上是评逻辑专注评的 我不是关于文化的看法评他 那个东西是不是 你除非是真的来一个教授 他评之认识 评着文化那个东西来评的话 那你问他这东西管用 所以我感觉什么叫文化 我对文化理解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东西 当然咱们同学并不说对这儿宽泛的东西 不可以思考 可去思考 但是我希望大家多一点这样的东西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希望大家多一点这样的 好吧 这儿有四个东西我看 一个一个来好吗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西方哲学的演义 我觉得我的理解 西方哲学是一种智慧 那么是一种思想 那么我想问 他的西方哲学的思想 是不是基于邏輯的演义 然后就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 那么还有什么 如果是 那么西方哲学和国籍学 又为什么不能等同学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哲学 是否没有国籍的演义 如果没有 那么中国哲学是基于什么构建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想问一下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折现代哲学 折现代哲学 似乎是反反口越反 现代 然后他们是中方哲学 似乎有某种共同之处 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好 你 你的这四个问题 应该说很专业 都是问哲学的 所以我 我得回答你是吧 因为等于你说 你要不回答 我要不回答你 回去说这老师是骗子 他来我们这儿 我真去问文化吧 他说他不是专家 你问哲学 他也不回答 是不是 所以说我得回答你 我想这样 西方哲学 实际上 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了逻辑的东西 那么逻辑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创建的 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他恰恰是为了西方哲学这种探讨 这种理性的探讨 就是说我们不是西方哲学一开始经常要辩论的 那么在辩论过程当中 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时候 就是当然有一个智者派 这个智者派啊 智者派提出了很多东西 智者派比如说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有一个最主要 就是人事万物的尺度 人事万物尺度 这个咱们学西方哲学怎么都知道 是吧 就是一个常识 人事万物尺度这个东西提出来之后 那么亚里士多德说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啊 说为什么 因为这个说法 人事万物的尺度 那么也就是说 由这个前提出发 我们可以得出说 张三可以说A 而李四可以说非A 因此人事万物尺度 我就可以得出A并且非A 也就是说从这个前提一定会得出矛盾 反过来我们说 张三可以说A 李四可以说非A 那么如果A和VA并且 这俩要都能成立 也就是说从这个前提出发的话 我也一定会导致人事万物尺度 这亚里士当然讨论 亚里士说 那么这样讨论什么 亚里士说不行 这样讨论要出问题 如果我们这么讨论怎么出问题 那么亚里士说批评智者派 亚里士说智者派 说你们这些智者 你们只是做协 做完协之后你就卖协 因为当时智者派是要收徒奖的 就是要收徒奖学 要挣钱的 就说你们来找我 我教你辩论 然后你你学了辩论之后 你去挣钱 然后这时候呢 都要签合同的 你然后你得给我钱 那么亚里士说 你们这些人啊是骗子 你们只是做协 然后去卖协 而且具体那些大口 齿号什么 你们根本你们不管 而且你也不交给人家 怎么样制协的方法 亚里士说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亚里士说认为是不行的 怎么办呢 亚里士说应该要创建逻辑 创建逻辑什么呢 就是要为了避免我们 在争论问题的过程当中 要陷入这种思想保存的东西 所以在基于这一种考虑 他建立了逻辑学 这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啊 那么也就是说 西方是先有了哲学 后有了逻辑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在没有逻辑的时候 西方哲学就已经开始导臣了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上 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哲学 它并不是基于逻辑 对不对 因为你后有逻辑 你如果先有逻辑 再有哲学的话 那你可以说 你没有逻辑哪来的哲学 人家明明在你没有逻辑之前 人家已经有哲学了 对不对 那么因此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哲学 是基于逻辑发展起来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西方在亚历士的逻辑产生以后 就是在亚历士的逻辑产生 这样的东西产生以后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就是亚历士说的就是这样 亚历士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矛盾率 就是不能够允许A且B 这样的东西是应该作为一条逻辑的原则 作为一个讨论的出发点 那么从这样的东西出发 我们来进行讨论 这是逻辑 那么这样的东西产生以后 它关键问题 就是这样的东西 对于西方哲学带来很大的影响 它成为西方哲学讨论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而且成为它学校里边的 学习的一个必修课基础课 所以对于西方后来人的思想 产生很大影响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就是西方的哲学与逻辑结合的是非常密切 并且西方的逻辑产生 对西方的哲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是西方 那么中国呢实际上 我跟大家说 中国的思想文化 它也是渊远流长 我们有文字考察的 比如像老子啊 庄子啊 那些东西 文本也有很多 是吧 我们现在随着那个新的出土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更 就是更多新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文化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像西方 刚才我所说哲学当中那种爱智慧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西方都像亚里斯科所说那样的逻辑的东西 比如编德书三段论 昨天让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这儿 观念问题在这儿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 就是昨天晚上我好好给他说 就是我们国内现在研究的状况是认为 我们有一种观点 认为我们有 有与西方哲学 就是完全一样东西 有与他完全一样东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没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我们有明学辩学 或者明辩学等等 这样都不管 那么在这儿你既然问到的话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大概没有像亚里斯多德三端论那样的逻辑 我们大概没有像西方 今天我讲那个metaphysics那种意义上的哲学 为什么 因为metaphysics这样的哲学 它的这样的哲学 它是建立在一个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 就是你实际上首先里头有个物理学 physics 刚才说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东西 是吧 physics 你现在有这个东西之后 住的摆在那儿了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这个 那是有这个东西 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你才要 那么因此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看成当时的自然科学的一个总的一个概括 那么中国古代它大概没有这个意义 因此它没有这个意义 是吧 所以没有 那么没有的话 但是我认为 那么同样也没有压力说三个论那样的东西 也就没有压力说 没有压力说逻辑那样的东西 但是我在昨天晚上可能给大家讲 没有那样的逻辑 并不意味着我们脑子里没有逻辑 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那些古人他们在写中意的时候他们自个儿没有运用逻辑 当然这种应用逻辑是我昨天讲就是用常识的方式去用逻辑 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把逻辑作为一种理论来应用 就大概这么一个问题 你最后一个问题我有一点忘了 后现代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明明生活在一个不是怎么都成的社会里面 是吧 你怎么都成你能考上华工吗 是不是 大概不行 我觉得 我不太行 后现代 我就不细讲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来 你来 好 就想问一下 就是您关于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或者在具体的数学和邏理学的关系 你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那个普希拉那个时代的话 哲学家他都是比较喜欢你这个数学 像数学上就是比较喜欢你这个数学 像数学上就是说 那样的游戏和哲学上就是现在的有个游戏的话 那是什么关系 而那个数学就是在哲学的发展上面我们要去用一个过程 好 数学我想是这样 应该说陈老师专家 科学哲学当中实际上有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说是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 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华工可能我们的科学哲学是比较强的 就是我们华工的这个这个 科学哲学这个园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科学哲学园里边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是数学哲学跟物理学哲学 应该是他最主要的支柱 这方面探讨应该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数学哲学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古希腊里边就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内容 古希腊有一个学派叫做毕达克拉斯学派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吧 他们就探讨关于什么是数字的问题 那么到了现在为止呢实际上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我认为什么是 就是说像数学跟哲学的关系的结合呢 应该说是非常紧密的 为什么 因为本身数学当中有很多问题 本身也是哲学所最感兴趣的问题 比如关于无穷的问题 数学当中对无穷实际上它有很多具体的 从学科从学术的背景 它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东西 关于无穷的说明比如 而哲学也恰恰要讨论无穷这个概念 比如数学当中对于有学 刚才我说无穷 这样的概念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么实际上在哲学当中也要讨论这样的东西 是吧 就是数学当中这样一些东西 重要的概念讨论的实际上 这样的就是它不是讨论的 就数学等于就是一种理论成果 呈现给哲学家面前 那么哲学家可以借助数学的这些理论成果 来探讨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数学的那些 就是说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个有序 或者有序或者无穷这样的概念 因为哲学家所探讨的那个无穷 它实际上要超出数学的领域 哲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雅丽说说那个B因SB因 它要超出某一具体学科 要超出数学 超出物理学 什么这些学科的 是不是啊 那么因此它探论的概念应该是最抽象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它不依赖于有这些学科 具体学科提供的成果 那么它利用 建议数学这些成果呢 它可以非常好的探讨哲学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数学可以为哲学提供很好的方法 比如我们知道数学方法 今天不光是在哲学中用 今天在很多在经济学当中我们也用 在这个这个其他很多学科领域当中咱们用的 比如我们知道今天做那个就是数量模型 对吧 做数量模型 这个经济学今天要离开数学是没法办的 那么在哲学当中实际上也要用很多数学的方法 比如我们知道甚至今天搞美学的人 当然有很多人反对的啊 今天搞美学的人 人们也是对美学要做出用数学模型的方法来做出来 然后你说到底什么是美 我给你做出一些模型法 让你看看 这是什么什么样子 到底什么是美 什么是不美 就是数学的方法今天是普遍使用的 所以数学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 对于哲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至于说到哲学呢 这里面我觉得 大概哲学跟数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因为这最后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两分钟时间 我给你多给你讲 可以 比如我说什么是数 那么按照逻辑学家的话 他们提供这样一能解释 咱们看对不对啊 比如说按照我们一般的说 我们数是什么 数是抽象 比如说一个瓶子 一只分笔 一张桌子抽现出一 两个什么样 就是两个瓶子 两个人 两个凳子 两个椅子抽现出二 这是一种 经验论的一种说法 那么实际上呢 按照逻辑学家的说法 可以这么看 就是数是什么东西 数实际上要考虑数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在语言当中 看数的出现的是什么样子 来分析这个数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数在语言当中出现 它是以两种方式出现的 一种方式它是以什么方式呢 它是以这个名词的方式出现的 比如我们说二加二等于四 比如说二是素数 等等 这种东西 它是以名字方式出现的 还有一种方式呢 它是以形容词的方式 是吧 比如说 我有两件红衬衫 那么这两件 这个二显然是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那么按照逻辑学家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出 因为逻辑学家有关于量词的描述 因此逻辑学家 实际上对量词呢 实际上是有认识的 那么在这呢 就可以把它看成量词的话 按照逻辑量词对的描述 实际上知道应该是呢 这个应该是 比我们所说的一个概念 这个岸山应该是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量词呢 应该是比这个概念 更高于层次的概念 实际上 就概念层次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说的有点专门啊 我不知道你听过怎么听不懂 是吧 就说 这个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一个层次的 那么2 2 这个概念应该是更高一个层次 它是数嘛 比它这个时间更高一个层次 是吧 那么这呢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两个形容词 一个是2 一个是红 一个是红 那么现在就是两个形容词 我们知道形容词是什么东西 形容词就是 形容词你所修饰那个东西 那么就是形容词所表示的 就是你所修饰的东西所具有的性质 但是我们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用数词来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它恰恰不是说它所修饰的东西具有的性质 比如我们说这个红 红汉山 红是形容词 它恰恰说明这个汉山所具有的性质 这个汉山是红的 对吧 但是这个2呢 不是红汉山 不是这个汉山所具有的性质 那么按照 这个这个 那么按照我们今天分析说 当竖词是名词的时候 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专名 这个数啊 竖词表达的是专名 专名我们知道 只称的是对象 那么当这儿的句 当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儿的句子 转化为名词 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我 我所有的红衬山的数 是什么呢 是2 对不对 就是我所有的红衬山的数是2 我有两件红衬山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所有的红衬山的数是2 那么转化成名词以后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正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专名 那专名也就是指称一个对象 所以我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数 对数 什么是数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 那么在这儿的解释当中 我不说了啊 在这儿解释当中 体现了逻辑跟数学之间的关系 就是互相之间的 当然数学要 逻辑要借助数学的一些方法 但是逻辑的方法 反过来 一用过来之后 从量词我们也可以对数 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看法 就是逻辑学家的看法 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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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